这是一个典型的华人移民家庭 父母90年代移民美国 辛苦打拼 对女儿要求严格 期待成为一个平静富裕的中产家庭 大家好 我是顾颖琼博士 可是凡事都会有意外 女儿相当优秀 高中提前两年完成学业 成功考上麻省理工 三年完成数学和金融两个学位 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华尔街工作 几年后却决定成为一名作家 同时应聘一位华尔街顶级投资公司老板的私人助理 本以为生活会轻松一点 结果工作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必须随时接受电子邮件 午餐只有十分钟 年薪三十万美元 还有经常接受到五千美元的礼物 但两年后女孩还是选择退出 原来大一时在麻省理工被强奸 之后的犹太男友身价十亿 但是控制欲强 而且嫌隙她不是黄华闺女 我觉得亚洲人来到美国 思维有时候也需要转变 不能够不会享受生活 毕竟金钱能带来的不是全部 不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